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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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選立委前國民黨立委徐巧新 扮社群職業造勢 找來藍白政治人物駐獎 負責活動裝法的 正是徐巧新大姑劉項杰 經營的偉泰創意行銷公司 徐巧新說花了五萬元只負責裝法 但被質疑明明是政論節目常客 應該認識很多舒嬅專業人士 而一間常舉辦 國際品牌行銷活動的公司 有為什麼只外包 區區五萬元裝法 裝法不用到五萬塊啦 沒有往來的話 為什麼在去年你辦活動的時候 現在還是公開找到這個 至少這一場是 你有請你的大姑來嗎 徐巧新跟大姑的關係 不只恐怕不像他說的這麼疏離 三立新聞進一步追查 還發現偉泰行銷公司監察人與貝吉 同時也是全美台灣同鄉會理事 跟藍營關係良好 曾在2022年 被訪還是市議員的徐巧新 也到立法院找過立委高金素媒 還有藍營縣市首長 蔣萬安楊文科等人 也都跟與貝吉同框 是否透過徐巧新大姑 劉項杰 甚至是徐巧新本人介紹 都起人一鬥 他大姑公司這樣才能 跟國民黨高層也是關係匪淺 所以我覺得要完全去撇清 大家有一定的困難度 公安公司一定有承攬 很多的相關的業務 那這個業務是不是 跟國民黨的一些自治人物有關 透過徐巧新的人脈 因為我們知道徐巧新 他當市議員已經當兩屆了 然後他這個過去就是馬英九的發言人 所以我想他跟國民黨高層的關係很密切 對此徐巧新否認 牽線偉態監察人 拜訪藍營政治人物 但隨著照片及關係圖一一曝光 徐巧新要說跟大姑多不熟 得確定每一句話都經得其檢驗 三立新聞 黃新人讓我們去英特報道